我不懂 我不过直言直语说了几句 你为何会如此生气 我是岳父大小姐 她陆婉儿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山贼 到了时间便会走 难道 在你心里 她比我还重要吗 当然 我不管陆婉儿以前是山贼也好 还是普通人家的女儿也罢 她现在是我皇服药的妻子 我不允许有人对她说三道四 你若是惹得婉儿再不高兴 岳姑娘 那就别再来将军府了 耀哥哥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小姐 小姐别伤心了 我不懂 那个陆婉儿粗鄙不堪 方才废话令更是丢尽了 那妖哥哥的颜面 她为何还要那样护着她 小姐 那不是陆婉儿的婢女吗 五大三粗的 果真什么样的主人 配什么样的下人 叫她过来 我有事找 是 所以说 现在 那个岳姑娘 还没有对皇服药死心啊 嗯 敢从我手底下抢人 没门 二少夫人 刚刚岳姑娘的人 把陈大婉儿带走了 肯定没好事 二少夫人你快去看看吧 她连陈大婉儿都要跟我抢啊 烦了她了 大婉儿 老大 怎么回事儿啊 睡成这样冷不冷啊 还不是这煮使魂呢 冷得扛得住 就是这 馒头都泡化了 出息了 陆姐姐 你 方才游湖的时候 不小心将发钗掉进湖里了 那发钗可是我娘亲的陪嫁品 丢不得 不得已 才找了你身边的婢女下去帮忙补牢 陆姐姐 你 该不会是在怪我 使唤你身边的人吧 我怎么舍得怪你呢 走 你把我拐到这岸边做什么 多虑了啊 不劳烦二位 我亲自来 你 你看看 只有你的发钗吗 没有 这回呢 你去打着不劳的幌子 故意这么干的吧 这么冷的天 你弄脏了我们小姐的裙子 冻着我们家小姐了怎么办 这是人干的事吗 天冷水冷的 你叫我家陈大腕下水打捞 怎么 这就是人干的事吗 陆姐姐 你心肠也太歹毒了吧 狗屁陆姐姐 我是你陆奶奶 你这破腹 老大龙水了 老大龙水喊鸭子 不会游泳 你真病啊 谁 摘住相公 不是 没有 有 漫人 找我